观众朋友晚安 一起来关心天气 今天是否有把握白天 阳光露领的时候 外出去走走呢 因为这好天气 只有维持半天 那么东半部地区 是会最先开始变天的 因为在台湾的南边 是有一些暖湿的空气北上 所以在银风面 雨势就变得明显了 整天有不定时短暂的阵雨 那么西半部则是多云道晴 不过到中午过后 我中南部山区 也出现了明显的雨势 至于现在入夜之后 晚一点北部也可能会有雨 那么华南的水气逐渐的东移 西半部地区的降雨几率 也是逐渐的提高 至于温度方面 今天北部东半部高温 是27到29度 中南部30 32度上下 感受上面是温暖 有一点微热的 而明天周日是母亲节 台湾附近南风的增强 加上水气变多 华南的水气冬移全台天气变得不稳定 整天都会是阴阴的 所以如果要带妈妈到户外去走走的话 记得一定要攜带雨具 好 降雨方面 今天在迎封面这个东半部雨势 是变得非常的明显 那么中南部的山区在午后 也是有比较旺盛的热对流发展了出来 有较大的雨势集中在深山地区 那么到了晚上呢 华南水气有逐渐的东移 在西半部地区的降雨机率来说 也逐渐的提高 而到明天的清晨来说 北部也转为了有雨的一个天气形态 明天一整天的降雨 可能是会比今天来说 还要再明显一些的 是不至于有太大的雨势 但是这个降雨时间拉长 范围也扩大了 除了在北部东半部地区之外 中南部山区要留意的是 有午后雷震雨发生 好温度变化上面来说 北部今天高温是还有28度 但是明天到周一 因为这个云量变多了 有雨的关系 所以高温是可以略降2度左右 那么周二到周四 因为这个南风增强 水气减少了 高温是可以来到31 32度的 而下周五呢 因为这个梅雨风命的南下 所以会带来比较大的雨势 那么气温奏降明显转量 可以看到低温是只有19度 高温是24度 至于中部地区下周一之前 这个低温是在23 24度左右 那么高温在29到31度 同样在周二是慢慢的往上爬升 高温来到了32 33度 而周五同样因为封面靠近 是有一些些微的下滑 好至于南部地区 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状况 低温是在26 27度左右 高温呢在周三周四 也都是飙到了32度上下 要留意这个午后热队流发展 是容易降雨的 未来一周天气状况如何 随着封面云带的接近呢 明天星期天呢影响是最大的 而今天中午来说 感觉上面还比较闷热 山区有午后的雷阵雨 但是入夜之后慢慢变天了 明天从北到南呢都是有局部性的震雨 或者是雷雨发生 下雨时呢北部的温度略降 但是呢还不会觉得这个冷 低温是还有21 22度的 降雨情况呢是会一直到这个下周一的晚上 而至于下周二到下周四哦 台湾附近转为偏南风 天气是有明显的回暖哦 这个很有夏天的感觉 水气也减少了 只剩下东半部地区 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那么其他地方呢是多云的天气 而在午后呢大台北地区 还有其他地方的山区 也是会下起局部短暂震雨的哦 而至于下周五来说呢 梅雨季的第三道的封面接近了 大气油会转为不稳定 会带来这个局部较大剧烈的雨势哦 所以要注意气温骤降也明显的转量 各地的高温都会略降一些 好接下来带您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是北部地区哦 除了在这个基隆北海岸来说呢 是有明显的降雨 那么其他地方是高温27度 低温22度 中部地区呢云量也是偏多的哦 甚至在嘉乙南会下起雷震雨 那么高温28到30度 低温是22到24度 好南部地区要留意的是 午后可能有热对流发展 也会下起了雷震雨 高温是29到31度 低温是24到26度 至于在东半部地区 在淫货面的关系哦 高温呢也会慢慢地往下回 往下探 那么高温是2728度 低温21到23度 要留意降雨60% 外岛地区来说 也是一个降雨的天气形态哦 那么高温是21到26度 低温是19到23度 但是要注意哦 清晨容易有低云或者是雾发声 因此交通往返上面 要多加的留意 好最后先好地匂要提醒大家 两件事哦 明天是母亲节 但是呢这个水气增加 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 外出要记得带伞 同时呢在午后是有热对流发展 因此呢会下起雷阵雨 避免往山区来活动 以上这些中视气象 我是林佩杰 我要回来请您持续锁定 中视新闻